昨马上任将近一个月的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 今早在部闯第一次和董教总会面 双方这一轮会面交流最受关注的当然是同考课题 董总主席陈大井就呼吁团结政府仿效沙拉月承认同考文凭 而黄家和则形容副教长办公室在处理华教课题上 与董教总纯齿相依 未来双方会每三个月会面即使广义紧密配合 以更有效地解决华教问题 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在去年12月中 在我身后的这座部城的教育部大楼打卡上班之后 原本是安排在这个月的18号 要跟董总和教总两个华教组织会面交流 但是这项会面就一直提前到了今天 也就是10天前的1月8号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交流结束之后 董总主席陈大姐就告诉记者说 这个他跟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的交流 还是非常融洽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 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告诉他 他跟华教的关系是纯齿相依的 那么在这个交流会当中呢 董总最重要的一个议题当然就是承认同考了 在这里我就呼吁团队政府 在昌明大马的理念之下 能够当然在自政一周年之季 这个能够仿效沙拉越政府开明的政策 能够尽速承认同考证书 完成我们华社的共同使命 当然同时要履行他进行的承诺 却不要是是非的推堂 可能说作为厌世毫比的责任 在今早董教总跟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的交流会上 陈大姐向新科副教长解释 全国华文独立中学的教材 在编转的时候 都是以教育部颁发的学科课程标准为蓝本 也会参考中学新课程纲要KBSM 国中历史课本 及高等教育文凭STPM历史科纲要 陈大姐表示 按照2022年的记录 全国独中学生在教育文凭STPM的成绩也不俗 不单及格率近乎百分百 优等甚至特优等的成绩也超过60% 而单从历史科目的教学 也就是涵盖世界 中国 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历史 就能看出独中教育具备国际观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东西提出来呢 因为过去两年前跟教育官员提起的时候 台词在强调我们的历史是由中国跟台湾来的 所以这个是他们一种不了解的情况 一片面的看法 当时成立的同考特委委员做了这个问件调查 这个做60场以上的问件调查 因为他是利用了国家的教育资源 他必须要对人民做一个交代 所以我希望政府必须要公布这个调查报告 陈大锦重申 独中教育规定国文是必修科目之一 符合国家宪法和多元教育精神 他认为推进政府承认独中同考文凭 更重要的是让国家认可同考的学术水平和地位 从教育专业的出发点 展现华文独中在大马国土的价值 其实同考已经进入到现在已经第49届 49年了了 我们过去争取啊 可以说是只问楼梯箱啊 不见人下来了 所以这个我同种啊 我们是一个非常坚定 不放弃承认同考的最终的目标 陈大锦也透露 黄家和在听闻同考课题的时候 认真提笔记录 并且承诺会继续跟进此事 黄家和随后也针对这场会面发文告形容 副教长办公室在华教课题上 与董教总唇齿相依 他认为华教斗争有血有泪 而本地华教有今天的发展 归功于华教先贤披荆斩棘 因此黄家和才决定将交流会提前足足十天 来彰显教育部和董教总发展华教的默契和决心 黄家和也承诺 今天的交流会不是仅此一场 往后每隔三个月 教育部就会跟董教总再进行一轮会面 八度空间张康祺 实习记者叶紫棋 不成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